这过年有人发了年终奖 有人呆了大红花 有人抽到电视台 有人能放几天假 不过国美的员工 可能在这个春节依然能感受寒意 去年年底商界著名狠人 中国前首富 曾经呼风唤雨的国美老板老黄 居然被上百名员工堵在办公室里面 这几年国美股价从高峰跌了90%以上 线下门店倒闭超过九成 负债达到了586个亿 而他们上上的现金 以及现金的等价物 一共才24个亿 你别说还债 正常工资都发不出来 去年10月份国美就宣布说到12底之前 工资停发只交社保 而除了员工呢 人还欠供应商们钱的 而这些供应商们干脆呢 把人告到法院 要求国美直接破产计算得了 而国美就表示说 你告个告我不认 当然了 人嘴上不服输啊 可老黄自己个儿却没闲着 到去年年底啊 老黄是累计给了国美零售 3.5个亿的免息贷款来续命 而这些钱人从哪来的呀 是老黄背着骗子罪人的骂名 减持国美的股票换来的 但没有再创高峰 反而呢加速灭亡 当年这老黄有多狠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 05年万达的王健林去见老黄 老黄赠亮的光头下面 是藏不住的霸气侧楼 而比老黄大的15岁的这老黄啊 反倒居景的像个小老弟 这老黄啊草根出身 没学历没背景 却三度问鼎中国首富 是史上最年轻的中国首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呀 冰箱采电洗衣机这些玩意儿 还没那么普遍呢 别家卖高价 他老黄就敢博利多销 那年代大伙都觉得呀 卖不出去的东西 没人要才会打广告 可他老黄呢 就敢投钱在报纸的中缝里面做宣传 03年老黄的国美啊 进军广州深圳 一招价格战 一年之内就干倒闭了 当地300多家电器零售商 之后几年呢 又一口气把行业第三第四全部收购 甚至把店直接开在了行业老二 租宁电器张静东的办公室对面 你看对竞争对手很也正常吧 可人对合作伙伴也很大 谈判签合同都是国美说了算 要么签字你要么走人 这么多年里面 那也就格力的董大姐 跟老黄正面刚了一回 而结果就是这两家十几年 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狠劲的把老黄送上了首富之位 代言让他一次次蔑视规则和法律 08年年底啊 因为卷入非法经营内幕交易 老黄锅铛入狱 距离他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这才过了一个半月 而且接下囚人也当就是12年 这12年呢 时不时就有仿间的谣传 说老黄要出来了 而回一回这种谣言一出 都让国美的股价涨了一波 而员工们呢也满怀期待 这位号称依然在遥控指挥的老板 能够早点归位 不过啊 现实那不是爽文的 老黄终于回到他的企业之后 这国美反而是在加速毁灭的路上 越走越快 越走越远 也许是觉得这12年铁窗错过的太多 这老黄一出来依然狠字当头 放出狠话 说要用18个月恢复国美的市场地位 不过啊 豪源壮雨之下的实际行动 这画风好像有点跑偏 仍把国美APP改成了真快乐 什么长视频 短视频 比赛 直播游戏等等功能 全部天上 购物 社交 娱乐 那全都要 还从一大票互联网大厂里面疯狂罢人 再比如啊 收购了打扮家 入局家装行业 搞折上折 对标拼七夕 成立新能源销售公司 进军电动车领域 甚至一度有传言说老黄还想布局元宇宙 当然了 老本行 线下电也不能放手啊 扩张 一定要扩张 门店数量翻翻达到6000家 简单来说呢 就是哥们呢 想一把凹印这些年 他错过了几乎所有风口 效果呢 不是惨的 是特别惨的 比如说这个真快乐 名字被嘲笑是真的土 是不是这审美还在12年前 论价格不如平息息 论服务只能保证7天内送到 可竞争对手都已经宣传自己次日达了 因为用户体验太差 这个APP那是铺天盖地的差评和投诉 而且罚单还吃了不少 最终呢 人花了10个亿宣传打广告的结果就是 2021年 这个真快乐的年活跃买家 只有1683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了 京东那年活跃买家是57个亿 先让咱玩不转 那咱们线下总是老本行了吧 结果呢 好家伙 老四季碰到新问题 线下情况呢 甚至更糟啊 这20年21年这大环境 大家都知道吧 结果呢 人还疯狂地开店扩张 结果大家都能想到 店门开不下去了 接连倒闭 可能是一开始 这吊子起的太高 这现实过于残酷 曾经的这位中国首富这脸上呢 真是有点挂不住了 于是呢 这老黄啊 避风一转 我们中间有人偷懒 开始呢 风风火火 在公司内部整顿摸鱼 这整顿呢 先从高管开头 人给每位高管在公司都安排了住宿 方便他们24小时随时待命 结果呢 就是老人受不了 新人撒腿跑 那行吧 那也不能光整高管呢 接着他就严抓员工考勤和上班摸鱼 后台监控 发现有员工 看视频听音乐的通报惩罚 一条路 是不是这是有点熟悉的画风呢 还有更熟悉的呢 分享鸡汤 去年9月份一个深夜 据说国美公司的大群里面 突然弹出了一条老黄分享的内容 这标题是 深圳精神病院住满了 进去的都是老板 不好 哎呀 这玩意儿啊 咱们简单翻译一下 其实主要意思就是老板不容易 就像网上呢 有个说法 你突然开始抓考勤纪律的公司啊 应该情况就不太好了 而且结果最后也不意外 国美的亏损和负债 那时候越对越高 没有太多好转的迹象 那你说是老黄错了吗 他不是不努力 他每天中午到公司 晚上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曾经一个豪言 一百零五亿都不够花的人 现在十万级别的合同 都要亲自过目 那问题出在哪 当年国美那套 薄利多销 做大流量 去拼去赌去冲杀市场的打法 早就在十几年之内呢 被各个大厂 包括他的对手 彻头彻尾研究透了 而且呢玩了个遍 而老黄后来 all in的那些个项目 他自己其实一点都不擅长 在开的时候呢 苹果手机都已经出到十二代 曾经有国美的员工啊 吐槽老黄 说呢 他在开会的时候啊 一边看股票 一边打游戏 打着这游戏 还是已经过时的愤怒的小鸟 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象中 那个枭雄的样子 当然这话有点主观啊 那你说呢 还有大佬酷爱笑笑乐呢 不过啊 你看看员工讨薪视频里面的 那个老黄 确实像极了一个 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 此时此刻 黑云鸭沉成成玉催 拔剑四顾 心茫然